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 过去四年多来 民进党当局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 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 这个是造成当前两岸关系复杂严峻的根源 同时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核心利益 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我们希望美国政府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慎重妥善的处理台湾问题 过去一段时间 民进党当局和蓬佩奥等反华势力勾连 以美谋独是无所不用其极 手段卑劣遭人唾弃 他们对美国总统选举压错保之后还是不甘心 又使出了种种的招数 企图固化与蓬佩奥之流合谋的台美勾连的所谓的成果 甚至不惜开放进口 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猪 损害台湾民众的生命健康福祉 这些倒写逆施 我们已经看到是引发了台湾民众的强烈的不满的 民进党当局与蓬佩奥之流为伍呢 只能说明他们是臭味相投 一定呢会受到历史的审判和严惩 感谢观看